而再来为了有效解决复理箱 常年饱受自来水高硬度水质之苦 复理箱所会首长是率领地方村长代表等一行人 在立委复昆旗的协助下 5号是远赴立法院臣请协调 台水也正面回应表示 在取得用地以及民众的共识之后 也将会办理后续市井专探事宜 复理箱争取改善自来水高硬度水质超过二三十年 却始终都没有动静 当地民众只好自救这套腰包购买净水器或绿水设备 只是明明都缴相同的水费 却未能享受同样的用水品质 复理箱所会首长江东陈叶家宏看不下去 率团远赴台北立法院陈请 在立法委员赴昆旗的协助下 陈请团一行人指导黄龙当面和台水总公司高层商讨解决方案 确定具体的优化水质作业计划 来有效降低用水硬度改善居民的用水品质 确保居民的健康 这个复理箱 这个南区啊 包括复理村等七个村里 七个村啊 长期在使用的自来水里面啊 它的那个硬度含量啊 是每公升达到两百三到两百七之间 跟我们的一般的饮用水的自来水的饮用水啊 都是在一百多 所以我们是多了人家一百多的每毫升 每公升多了一百多的毫米的一个硬度啊 所以长期使用下来的话 我们乡亲啊 不敢营用这个我们南区的这个自来水 大部分都是自己啊 到去找矿泉水 或到临近的乡镇啊 去再送这个三泉水 来到家里来营用 然后现在的自来水的部分的话 都是拿来做洗涤啊 或者是擦地板这些啊 或者是洗衣服这些 不敢拿来做一个使用 台水对此表示 近几年台水也尝试在复理乡 包括雪田 丰南 竹田 明里等地区 专探重新寻找水源解决问题 但碍于用地取得不易 以及民众没共识的问题因此停摆 这一次复理乡所会首长 与地方各界登门求解 台水总公司也善意回应 我们目前的土地啊 可能会险上庐山村 或者是石牌村啊 也感谢这么多的机关 还有大家来都互相来配合 来解决我们复理村 七个村长期自来水 硬度太高 影响身体健康 影响生活的一个困扰的一个状况 我想 期待 我们这个 呃 这个工作期程啊 能够顺利的来推展 当然在早景之前 我们也会邀请相关的地主 我还有村长还有社区理事长 我们会做一个沟通协调 让这个工作能够顺利 期待把这个工作 把这个水质的一个改善啊 能够列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工作的议题 带着台水总公司正面答案 返回不理乡 该三次来水 民生用水也终于露出曙光 乡长江东城感谢上级 以及地方各界的支持协助病表示 国产署同意配合台水先行办理 早景选址水源调查 早景用地确认后 乡公所也将会协助办理 用地地方说明会 在取得民众共事后 台水皆需会进行 试景专探事宜 来逐步改善 副理乡的民生用水水值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 快回来